Hello 大家好,Coach Andrew 今天來和大家分享STM和Top Spin Pro的訓練 讓大家可以得到Top Spin Backhand 我們的單手一手後手 這本書是小弟寫的系統 配合Top Spin Pro的訓練器 記住,沒有訓練器你不懂得怎樣用 拿不到最大的效果 所以有我們的書出現 這是一個很好的器材 但你一定要懂得怎樣用 我們的系統已經幫助了朋友 拿到最大的利益 我們先放下這本書 現在我們會分享背後手是怎樣做的 首先很多朋友在網上都看到 有很多朋友都用Top Spin Pro 但如果你拿到最大的效果 就是你的alignment要做得好 即是你的距離前後左右一定要做得好 否則你會太迫、太迫,做不到整件事 當然技術上就要跟STM的形式去做 我們要是輝動技術 所以你會發覺用Top Spin Pro 你會訓練很多的輝動技術 so that you develop more technique more tempo, more rhythm and in the right way for Top Spin 現在我們先做一個initial position 這個位置 45度距離 我會前後踏一步 當我向前,現在好像很迫 但當我向前踏一步 你會看到單手back hand 我前後腳 我一伸了手就剛剛好 alignment 不會太近 亦不會太遠 我伸出去就是剛剛好 alignment from here,我們就一定要roll the ball 你看看我roll the ball 它不用太大力 so from here,我一定會roll the ball ok? 當你熟了之後 你開始下去的時候 你就會supenate手 等那個racket head先下 之後你會上來,點著它 and look the ball 你看看,是嗎? 我只是purely去supenate它 那個球已經看得很懶惰 now second step,當然我很濃縮地 我會示範給大家 就是當你一下去之後 你上去,第二步是brush the ball ok? 你只要brush the ball down,brush the ball 記住不要打到鐵 ok? 真的不要打鐵 因為你是要碰球 不是打它,而是brush它 如果你想拿到一個很好的top spin 你會聽到聲音 撐一聲 當然現在用一塊STM300 extended 就是令到我的spin 可以感覺到拍頭去做 整件事 here it's down 當然你做習慣了 你可以keep the ball moving 讓它不要停 但你整件事都是用拍頭去做的 如果你做得對 TOP SPIN PRO不會移動 so after you've done this 你就可以去牆上 去self-fit一下 是嗎? 你聽到這個spin 拆上去 是非常 清脆的 這個spin 希望大家可以 欣賞這個topspin PRO的 device pair with STM的 method 令你拿到最大的效果 是不是一定要很死力地打下去 no 不是用死力 打一個重的top spin 是有rhythm tempo 和有soft的acceleration 當然我們拍攝是不同的 但今天的分享不是說拍攝 今天是說訓練器 和配合訓練器 希望大家喜歡 好 我們的description裡面 有一個sharing給大家 當你買這個器材的時候 我亦會送一本書給大家 我送一本書給大家 讓大家可以透過這個 很好的系統 有照片 有很多 attention to detail 有video 是可以令大家 可以這段時間 不要浪費了你 lockdown的時間 當你可以訓練得好一點 當你lockdown出來 你立刻會 去maintain 或者 even make your skills topspin to the next level 請大家subscribe 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and share 給新的朋友 希望這段影片 變得 value to you 如果你去練習 I'm sure your topspin 會得更好 因為你用 對的系統 對的器材 and勤力 你一定會進步 好嗎 好 謝謝各位收看 and really appreciate 你的時間 and 小弟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 一樣的提示 遲了說 bye bye